大政治 大爆掛 大家一起來解掛 觀眾朋友好 我是周玉琴 大午安 我是王陽正 民進黨終職會上宣布 從明年開始 全國的民進黨黨工們 薪資要加3%了 而立院黨團助理也是加薪 加薪5% 但我們覺得奇怪 我們的百姓都苦哈哈 都加不了薪喊半天 可是民進黨到底 憑什麼家 原來是因為 我們今天節目就要告訴你 因為黨職人員 他們一個一個變身到公職人員 那麼民進黨不養 換政府換國家來養 這樣不但可以讓他們自己人 薪水三級跳 而且只要說 這位子不夠安插的話 其實他就來增加新職缺 蔡政府在上台之後 這個職缺就多了324個官位 以後其實還可以再想辦法 再去增加 為什麼 因為現在行政區域要重新劃分了 這樣不但可以喬出更多的位子 而且這以後還可以讓民進黨 在地方勢力做大 以後就更好選了 是不是這是一個如意算盤 今天都要討論 所以以後要加薪 錢清水太低嗎 趕快去加入民進黨 去民進黨黨中央上班 當黨工 我來看看他們可以擠出多少錢 來幫所有的黨工加薪 大家都趕快去應徵 大家加入民進黨籍 全民進黨黨工全部都可以加薪3% 到立法院黨團當助理 還可以加薪5% 算一算一花不少錢 好奇民進黨以前不是吃路邊攤嗎 跟人民站在一起嗎 街頭出身嗎 草莽嗎 敢衝敢撞嗎 國民黨權貴 我們不要跟國民黨站在一起 我們是民進黨 我們是真正人民的政黨 現在不一樣 執政才一年多 變得這麼有錢 大家都可以加薪雨露均沾 錢哪裡來的呢 在今天 我們也要深入剖析給你聽 真正媒體 現在很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為何欣然我們發錢張四剛 大家午安 還有國民黨委員統領部主委 鄭世維 大家好 還有政治評論員鄭世成 預行又在哪 午安 還有立法院辦公室助理 鄭孝心 大家好 好 首先我們來談談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她是要扮演聖誕老公公 發禮物給大家 給這些民進黨黨工們 但是韓濱這樣聽起來的話 好像那個禮物的錢 都是從我們的口袋裡 掏出來的 其實我必須講 以前人常講說 宰相加奴七品官 現在民進黨完全實現了 他們這一些 基層黨工一個一個都發了 大家每一個人加薪 升官進訣 尤其是像比如說 像黃崇燕 林賀明這些人 真是雞犬升天 直接真的一路賣向高空 是 所以我們就覺得 這年頭真的是跟著民進黨 就對了 顏色對了 就什麼都對了 大家完全正確 但是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當然加薪對任何人來講 都是好事 我們這當然應該 給民進黨鼓勵 可是問題是我覺得很奇怪 民進黨本身 不是盈利事業 你現在沒有任何盈利的東西 請問一下 是因為有盈餘或賺錢嗎 怎麼可以幫黨工加薪水 我也覺得很奇怪 照理來說一個政黨應該是 你要做的事情 應該想辦法去為選民謀福利 你的黨工基本上應該 對政治有熱誠的人 對他們來講 薪水應該不是最重要 重點是怎麼樣去提升這個國家 然後或是發表你們政黨的理想 這個才是政黨的重點不是嗎 可是民進黨現在率先加薪 加薪這個晶元到底從哪裡來的 其實我之前看到一個報導是說 好像現在民進黨是所有政黨裡頭 政治現金收入最高的 然後現在幾個比較主要的政黨 幾乎在這樣政治現金這樣子 就是跟他的所花費這樣平均之後 大部分的政黨都是負數 只有民進黨是贈數 我就覺得這個很奇怪 難道民進黨是用人家 給你的政治現金 然後多餘的錢 去幫這些黨工加薪嗎 可是算算好像也不太夠 因為民進黨黨工也不少 所以我在想這是什麼意思 因為如果按照一般的 政府機關來講的話 我今年預算沒有執行完畢 明年這個預算很可能會被刪掉 因為表示你不需要這麼多錢 同樣的捐贈給民進黨這些人 你們有沒有想過 民進黨沒有辦法執行完 你們捐贈給他的這些錢 是不是表示明年 你們可以不用捐給他 要這麼多了 因為他們錢太多 所以只好發給黨工 可是明年總統還是民進黨 我還是要捐給民進黨 所以這就是悲哀的地方 大家當然並不是因為民進黨 或是有什麼理想 或是有什麼才去做政治現金 而是因為他是這個國家 掌握最高權力的人 不捐我就倒楣 是 你的企業要繼續運作 你的生意要繼續做 你的很多事情 如果還想要繼續下去的話 你不討好他們 你恐怕就沒有這個辦法 所以是這樣子 所以現在因為民進黨 權力一手獨大了 之後他可以為所欲為 他告訴你幹嘛在幹嘛 他要給誰錢就給誰錢 所以這個時候 他開始可以加薪了 我覺得加薪5%也是小咖的 因為他們光上任之後 據說增加了324個官員 324個官員是個什麼概念 我們以隨便來講 一個政府課長級的 大概一年加起來是超過100萬 因為還有年終獎金 這些東西是超過100萬 我們就當他100萬好了 324個人 一年就加了大概3億多 一年而已 他們的薪水是我們得到這錢 四年下來就加十幾億 就是這樣 而且這只是第一年加的 以後還會繼續加 你放心 因為接下來他們還要搞 民進黨還要搞很多 所謂的改革 實際上都是要從我們的 荷包裡頭拿錢出來 大家覺得民進黨 這樣做是對了嗎 老實說如果他做的東西 是對大家有利的 花一點點錢 大家也無所謂 可是問題是 民進黨上任以來到現在 做了哪一些事情 除了對某一些很仇視 藍營的人說 可能黨產改革這些東西 你們認為是有利的 可是對所有人影響最深的 包括年金 包括以利益休 這些東西對我們全體國民 是有利的嗎 他們好像始終都跟財團站在一起 所以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民進黨一上台之後 轉變跡象 轉變他的風向 跟財團站在一起之後 他變得有錢了 他可以加薪了 然後他完全忽視了 勞工的利益了 他完全跟財團站在一起了 當一個政黨出現 這樣的轉變的時候 當他們已經從以前的 跟你一起抗爭奮鬥的變成你的主人 而且是高高在上 咬不可及 根本你都不想理你的主人的時候 這個政黨還有他存在的價值嗎 我希望大家深刻思考這一點 民進黨很有趣 從選舉之前到剛當上總統 到現在當了總統一年多 一直喊加薪 以前喊誰加薪 勞工要加薪 軍工教要加薪 結果現在勞工加薪了嗎 沒加 軍工教要加薪了嗎 不好意思 總預算卡住 本來說明年要開始加 對不起 現在明年也加不了 反倒誰先加 我自己人先加 黨工 黨團助理 你們先加薪 講得很好聽 叫做拋磚引玉 你說軍工教加薪 也要拋磚引玉 結果拋了半天 磚也沒拋不出去 就磚一拋 拋到自己人身上 這就是民進黨 是不是 我想請大家思考一個問題 民進黨有生產事業嗎 沒有 他有營利事業嗎 沒有 他的薪水是靠哪來 他的錢從哪來 靠木來的 所以木來從哪木 從民間木 硬是弄來的 對 硬 不管是硬弄來 還是自願的 還是我很樂意 還不樂意的 基本上你的錢 不是靠自己賺的 這基本上是很確定 不是靠自己賺 你說很多企業加薪 我得算說 我今年有沒有賺多少錢 我才能加多少薪 必須算得很清楚 但民進黨不是 他是康他人之楷 反正我要是加薪 就拜託打電話A企業說 我要加薪 你要拜託 我們一起共襄盛舉 明年怎麼樣 多再捐一點 所以民進黨的捐款 比任何其他政黨都多得多 都多得多 OK 那這樣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黨工 這就是一個 他的邏輯就是這樣 而且有些黨工加薪 我覺得那是小咖的 大咖的什麼 去年開始就被加薪了 譬如說一些駐外代表 駐外代表可不是什麼 一個月五 六萬這種 什麼三 四萬這種 不是 是一個月是五 六十萬起 你看不管是一些駐日代表也好 或是駐德國代表 是誰 謝志偉 還拒絕掛說 是內閣國家的國慶 還拒絕說自己是中華民國的 駐德代表 謝長廷 OK 駐日代表 薪水一定一樣也很高 而且謝長廷還常常隔海 來評論時政有沒有 上個禮拜還對花媽說三道四 所以這些駐外代表 是真正的肥缺 所以你看這一次 民進黨在立法院裡面 又強行通過駐外人員的任用條例 把駐外人員 就非原外交官出身的人 放寬到15% 所以說民進黨口袋裡面 又有很多人 可以去做這些駐外單位的代表 這些文官 組長等等 那個才是真正的一個大咖的 一個肥心在這個地方 所以說黨工也好 自立法院黨團也好 他們是在第二波 OK 這是已經吃到 只是喝到湯而已 真正的肥肉他們咬去了 那更何況現在有沒有 大家記得總統府裡面 南向辦公室猜測了 變成兩個 變成兩個 對 國安會一個 外交部一個 一分為二 一個生良為繁殖 對 那為了繁殖 本來可能一個辦公室10個人 現在兩個地方20個人 對 今天要安插誰 絕對不可能是正常的文官 一定要把他自己 譬如說我誰的親信 或誰的黨工 把位置空出來 去那邊工作 OK 這個基本上我又可以 把其他位置空出來 再去找其他人進來 再繁殖更多人進入民進黨 變民黨黨工 所以他就是一個 靠他人的厲害 靠他人的金錢 不斷繁殖自己的組織 不斷拿錢給自己 餵肥自己的這種行為模式 所以我覺得 這沒有什麼好去誇口說 很照顧賢親人 給黨工三萬塊 給黨團助理5%加薪 基本上是抗他人之鎧 我覺得這個不好拿出來說嘴 大家還記得20年前 民進黨沒有錢 跑去找李登輝 記不記得 還要跑去找李登輝借錢 然後發薪水 然後這個借錢發薪水之後 大家覺得民進黨有這個情操 願意把票投給他 上一次選舉的時候 2012年 民進黨也沒有錢選舉 號稱沒有錢選舉 還發動什麼三個小數捐款 然後造成一個很大的風潮 那個時候都覺得民進黨 是跟這個艱苦卓絕 跟國民黨這個作戰 是奮鬥 但是成何幾何時 四年一變 他變成口袋滿粗肥油出來 所以這基本上 是完全不同的一個理念 以前要什麼三隻小豬捐款 捐款 好窮 好窮 現在我可以幫大家加薪 而且我可以想辦法 拿出更多的這種樂捐也好 或不樂之捐也罷 來肥自己的人 所以我覺得不要誇口 蔡英文說 他的夢想是每個人都有3萬塊 昨天一個青綠媒體人 私底下告訴我說 他覺得蔡英文講這話 他覺得你替他丟臉 他應該告訴大家說 我幾年內 我就要達到2萬5 2萬7 3萬塊 你是執政者 不是夢想家 這不是你真正的執政 而且權力在你手上 你要拿出加薪時間表 不是你民進黨 自己的口袋時間表 對 可是他說他會這麼做 你信嗎 不信 來 我們來看看 事實上剛剛就提到了說 包括加薪 包括安插自己的人事 其實都是什麼 都是爽到民進黨 苦到我們小老百姓 那其中他們有一招 就是透過行政區域的 重新劃分 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到底對我們 有什麼樣的影響 希望台灣能夠整體前進 均衡台灣也是下一個階段 行政院要努力的目標 年眾記者會多次開口均衡 台灣行政院長賴清德 準備啟動行政區重劃 試者翻轉南北 我們希望行政企劃 檢討以後行政層級要一致性 用聖和堅的這種概念 把它整合起來 這樣變成是一個直轄市 現行台灣分成6都3市13縣 就有民進黨立委建議 要全部一致同仁 把縣市制度廢掉 將全台灣劃分成七大直轄市 均衡發展的台灣 我是支持 這樣的話 我們縣的泄民 才不會有惡情國民的 這樣的一個心理的不平衡 在6都之後 這個結構性的問題 讓嘉義的城鄉落差 越來越大 縣市升格相對經費也多 有人有錢好辦事 綠營摩拳擦掌 不過藍營執政縣市 就怕被綠營給病了 病的機制在哪裡 如果讓苗栗有所謂的 扶果立民的政策 這都是要我們好好的檢討的 行政區重劃 是滿嚴肅的事情 這個要從長記憶 要改也可以 但是就是要改好 不要越改越算 賴清德想靠完全執政 重劃行政區 但就怕未病而病 走上六都牢路 哭得還是現實百姓 記者黃家瑋 陳文若台北採訪報導 以後想加薪 不用努力工作了 也不用討好老闆了 更不需要上街頭 去跟政府嗆蝦 沒事還被警察丟包到動物園 告訴大家 加薪最好的方法就是 加入民進黨 只要你成為民進黨的基層黨工 號稱起薪就超過3萬 明年開始再給你加薪3% 能力越強 起薪越高 能力越強 加薪越多 你說這是不是一個 福國立民的好政策 修正一下我的說法 福國立民 立的名叫做民進黨 好了 現在告訴你 在昨天民進黨通過了一個辦法 名字很長 我也懶得念了 這個辦法告訴你說 從明年開始 民進黨的黨工要全面加薪3% 消息一出 所有民進黨在場的政治人物 拍手叫好 還有人加碼 說黨工加薪3% 那當然我們立院黨團 那麼多 那麼辛苦 戰力最強 把民進黨打到趴在地上的助理們 要不要加薪 當然要加 而且比起黨工 他們更偉大 更努力 因此黨工加3%是吧 沒關係 我們黨團助理 也要跟著加5% 而且加了5%之後 薪水可能會一跳 跳了一級 跳了兩級 收入大增 好啦 有人聽到了 什麼 黨團助理要加5% 那不行 怕黨工反彈 那黨工從3%也加到5%好不好 但是因為財政規劃 還沒有辦法那麼快精算出來 要負擔多少成本 所以暫時喊咖 總之 民進黨黨工加薪3% 黨團助理加薪5% 已經是確定了 未來會不會加更多 還不知道 棒不棒 當然棒 想加薪 趕快加入民進黨 如果你現在薪水只有3萬塊 加了薪水之後 你的薪水會變成3萬3 如果你現在是一個高級黨工 你的薪水有5萬 6萬 7萬 加薪之後可能會逼近8萬塊錢 這個年好過了 民進黨萬萬歲 對比被追殺很慘的國民黨 薪水發不出來 更別提什麼 看到了嗎 民進黨執政之下 想支持國民黨是不是 我讓你連飯都沒得吃 但你只要投靠我的麾下 我就讓你不但起心高 還可以有事沒事就加薪 我很想請問蔡英文總統 蔡英文主席 或者民進黨的這些高層人士 你覺得過去你們執政 這一年多以來 對台灣有什麼貢獻 基層黨工唯一的作用 就是投票給你 除此之外 他們為台灣的進步 做了些什麼 立院黨團的助理 每天只要想著 怎麼樣整國民黨 杯葛國民黨 讓國民黨沒有辦法阻擋 我要推行的政策之外 他們做了什麼 有利台灣的事情 基層黨工拼什麼加薪 立院黨團助理 憑什麼要加薪 真正要加薪的是誰 總統你也說過 第一 900萬勞工 第二 軍公教 那麼辛苦為國為民奉獻的人 請問勞工加薪了嗎 沒加 請問你賴清德上來以後說 軍公教加薪3% 我要帶動民間薪資成長 加了嗎 也沒加 柯建民告訴我們說 不好意思 不是我不加 是總預算卡住了 明年要加薪 可能得要慢慢來先喊卡 因為這個會期立法院 就到31號而已 總預算不過 明年加薪 免談啦 所以我承諾過你 勞工加薪 票票 軍公教加薪 票票 但自己人加薪 一定要做到 這就是民進黨 好啦 我們講到了 這些黨工加薪 還有一些黨工 跟著除了加薪之外 跟著這個老闆 也真的是一人得到 好多人跟著升天了 比方說這幾位發言人 林鶴鶯 該道歉不道歉 還不怕哀告 比如說黃崇雁 罵人家是畜生 比如說劉建興 比如說李厚慶等等 這些人本來是基層黨工 就像你們說的3萬塊 後來變成高級黨工 大概5萬塊 再後來變成高高級黨工 或者是黨團的幹部 或者是黨中央的高級幹部 變成7萬塊 現在進到了總統府裡頭 薪水不得了 大概有6位數左右 你看這些人 是不是跟著蔡總統 當時跟對老闆 現在薪水不是三級跳 是五級跳區了 好 那你就很好奇了 民進黨以前不都告訴我們說 我們應該是要跟人民站在一起 要苦民所苦嗎 蔡英文選舉的時候 搞什麼三隻小豬 不要大型募款 要小兒希望大家努力 來幫我捐款 把我推上大位 是 你以前吃路邊攤 吃快炒店 不去大飯店 不去酒店 不去鋼琴酒吧 但現在執政一年多 你好有錢 你從一個跟民眾 站在一起的草莽政黨 變成一個比國民黨 還要權貴 還要有錢的政黨 民進黨 你對得起那些投票 給你們的人嗎 好啦 那民進黨怎麼會這麼有錢呢 回到老問題 原來 既然我當了總統 我大權一把抓 我當然有本事幫我的黨中央 幫我自己人弄錢嘛 來 首先講到的是 在民進黨上來之後 現在加上未來 總共在政府單位裡面 會多出324個職缺 324個官位 大放送 而且這只是保守估計 目前已經確定 會有的位置 還有更多疊床嫁屋的單位 裡面會有更多沒有用 但是站著毛坑不拉屎 還大領納稅人薪水的官員 還不算在裡面 加一加5600 搞不好都有 我們先告訴你確定的 包含了 外交官多5個人 三級首長多25個人 水利會不是要改 這個直選改官派嗎 以後多15個 鄉鎮市長多198個人 黨產會 顧力熊 以前的顧力熊13個人 處長會未來多7個人 還有直轄市區長機要 未來多61個人 這些只是我們看得到的 我們已經知道的 還有剛剛我們說了 新南向辦公室 不是解散了嗎 現在變成兩個單位 一個在國安會底下 一個在行政院底下 這兩個單位要用多少人 還有什麼燒子化辦公室 國土安全辦公室 處轉辦公室 什麼年金改革委員會 這些臨時編組 或任務編組的單位 還有更多的職缺 通通都要給自己人 而且你注意到 這些職缺都在哪裡 公家單位裡面 他們的薪水誰給的 你以為總統掏荷包 你以為院長掏荷包 錯 他們的薪水都是我們給的 是我們的納稅錢 從你口袋拿出來 養這些民進黨新增的職位 出任的官員 所以這些人 他們領到了錢 當然一部分要上繳黨中央 所以黨中央會有錢嗎 除了薪水之外 合法的瓦樓就叫外快 弄一弄也有錢 遊走邊緣的弄一弄也有錢 如果是非法的 弄一弄不只有錢 還有很多錢 這些錢拿到了 一部分放口袋 一部分當然要給黨中央 所以你說民進黨上任之後 弄了那麼多的官位 會沒有錢嗎 有錢的要命 我告訴你 好 這是第一招 第二招是什麼 第二招當然就是國營事業 我們算過了 好多好多高雄市副市長 我也不曉得哪來那麼多副市長 反正以副市長當一當 我就把你放去某一個國營事業 再找一個人當副市長 當一當 我再把你放去那個國營事業 然後你再來當副市長 當一當 你再去那個國營事業 你看到了台字輩的 中字輩的 後面不管是接肥 油 電 缸 船 什麼糖 全部都是我民進黨的人 國營事業我們講過N百次 肥得要命 資源多 賺的錢多 人多 能夠動用的 錢 人 超級超級的豐沛 這些人賺到了錢 要不要給黨中央 當然要給 民進黨有沒有錢 當然有錢 再來最過分的叫做 黨產會 叫做金管會 就剛剛我們講黨產會 那個孤立雄跑到金管會去了 到金管會跟民進黨有錢 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關係 金管會管的是誰 金管會管的是政壇裡面 政治人脈裡面那些超級大金主 這些人一個人弄個三萬五萬 十萬二十萬了不起了 好 這些國營試驗的單位 一個人弄個一百萬兩百萬 了不起了 但大金主那一捐是幾千萬 幾百萬上億的在捐錢 現在金管會 顧立雄在帶領 以前捐給國民黨的這些 金主 企業 銀行 你還敢捐嗎 你要是捐 被我逮到 那我是不是 就跟查王炳忠一樣 半夜上門 凌晨上門 去你公司 查水錶 查查你的帳戶 有沒有亂做 查查你的資金來源 有沒有胡搞 查查你有沒有幫客戶 不乏洗錢 要是被逮到 我生意怎麼做 怎麼辦 那當然不能捐給國民黨 捐給誰 捐給民進黨 所以三大招告訴你的是 民進黨從以前跟人民 站在一起的政黨 現在變成一個比國民黨 還要權貴的執政黨 三招加起來 一年不曉得能多多少的收入 現在幫黨工加薪 幫黨團助理加薪 真的也是剛好而已 而拿了錢 當然要幫老闆做事 就算我去執政黨 我總還是有一些包袱 所以說最近礦業法 就引發了四個女人的戰爭 哪四個 包含了林淑芬 包含了邱毅營 包含了管媽 包含了王美欣 這四個人為了礦業法 到底要不要讓這一些 舊有礦業採礦權的業者 邊挖邊環評 引發了自己人的大戰 後來扯出了內幕才發現 不得了 原來有28個民進黨的立委 都收過水泥業 採礦業業者的政治獻金 金額多少 看這邊 3139萬 當然國民黨也有 但比起民進黨 也算是小屋見大屋了 拿了人家三千多萬 要不要幫人家做點事情 要不要幫人家 在立法院說說話 可能必要 可能需要 而是不是因為 拿了那麼多政治現金 我只好規避掉環評 而站在業者的立場 幫業者說話呢 社會自有公平 來賓也會深入捧惜聆聽 好了 除了講到了要錢之外 現在對選舉來說 有錢可能不太夠 為什麼 因為民黨執政太差了 太糟了 選舉要選贏 而且想要長久的全面執政 把持全台灣的權力的話 縣市改制 會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你可能會想到說 縣市改制 對 跟選舉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關係 好了 民黨講得很好聽 說現在是要資源平均分配 是希望不要有些地方 有錢的越有錢 窮的越來越窮 所以規劃 還沒有確定 但規劃當中 要把全台灣變成七個州 有點類似美國那個州的概念 聯邦政府的概念 第一個州叫做北北京儀 清北 台北 宜蘭 還有基隆 第二個叫做陶竹苗 第三個中張頭 再來就是雲家南 然後高壁町區 然後外島有金門 澎湖 馬祖 再來花東 花蓮台東是一個 好啦 你說把台灣 變成這個樣子 跟選舉有什麼關係 我們就先來講 縣市首長或是縣市議員 選舉的部分 你要知道民進黨現在 很多執政縣市 因為執政不佳 因為首長形象不佳 所以選情怎麼樣 亮紅燈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宜蘭 所以如果我把宜蘭 併到了新北 台北 跟基隆裡頭的話 這個很危險的宜蘭 就不再危險了 因為它不是一個單獨選區了 國民黨你們最後一個 六都藍天叫新北 不要忘了 我台北跟基隆加起來 民進黨的票會比你 新北的國民黨的票還要多 所以我把新北跟宜蘭 併到台北還有基隆裡面 第一 我讓國民黨的 最後一個六都沒有了 第二 我讓我非常危險的宜蘭 變得不再危險了 是不是選舉考量 當然是選舉考量嘛 再來看到的是陶竹苗 好 這三個地方 新竹 新竹市或新竹縣 現在是國民黨執政的 以後桃園跟苗栗的票加起來 會不會比你新竹多 當然比你新竹多 所以你執政的新竹縣 也被民進黨給吃掉了 陶竹苗以後也是綠色的 繼續來看中 張 頭 剩哪裡是國民黨執政的 所以南投是國民黨執政的 南投就算所有的人 把票都投給國民黨 會比台中加彰化 民進黨的票還要多嗎 當然不會 所以南投又被民進黨吃掉了 台中 彰化 南投 這一塊也是綠色的 更別提了 在明嘉南 在高屏地區 本來就是民進黨的票倉 還有很危險的那個叫澎湖 一樣併到高屏地區裡面 澎湖也不再危險了 全部都是我民進黨的天下 國民黨可能只剩下哪裡 就只剩下花蓮跟台東了 台灣這麼大 國民黨只剩這麼一點點 其他全部都是我的人 不但縣市首長很好選 而且縣市議員他的權力 會無限擴大 甚至幹掉立委 好 講到了縣市合併 跟縣市首長有關係 你可以理解 那跟立委 總統選舉 有什麼關係呢 來 接下來我告訴你 為什麼我們會說跟立委選戰 或說跟總統選戰有關係 你要知道 現在的立委選舉是單於選區制 那個選區都是固定的 我長久經營的話 這個選區的票就是我 國民黨的 但以後全部打亂 重新劃分 誰劃分 行政院劃分 民進黨劃分 很簡單 你國民黨的立委 在這三個區很強是不是 沒關係 那我就把一個區劃給你 另外兩個區劃給別人 你以前三個區很強 現在只剩一個區很強 你國民黨還選得上嗎 當然選不上 所以這就是民進黨 在縣市合併之後 針對立委選戰最大的考量 叫做 裂解國民黨的地方勢力 一旦國民黨的地方勢力 被裂解了 還用說嗎 總統當然就是我民進黨 繼續當嘛 所以縣市合併 在民進黨的冠冕堂花理容當中 是說要妥善地分配縣市資源 妥善地分配人 妥善地分配錢 但今天我們要告訴你 背後想的全部都跟選舉有關係 千萬別讓他們得逞 各位 接下來時間還個疫情 我們馬上要先從民進黨 好有錢 党工要加薪 想加薪 加入民進黨 開始談情 好 謝謝佑正今日最大慣 我們來看看 現在要加薪 竟然是先從自己人來著手了 趙薪我們覺得很好奇的是說 我們在談加薪的時候 不是應該先加薪給勞工 先加薪給軍公教人員嗎 但是怎麼會是 先加給民進黨的自己人 沒有錯 所以人家都在諷刺 党工加薪 勞工加班 這就是民進黨的政策 先照顧自己人 但是他有一個背景是什麼 其實這群黨工 真正有本事加薪的人 都已經先離開民進黨黨部了 都已經到了比如說公部門 做部長的機要 或者是去做大使的這種秘書 所以那個薪水 那個基本上是三級跳 這遠遠超過我們所預期的 比如說3萬 4萬 5萬 因為那個機要的薪水 是非常高的 是有辦法的人先走了之後 沒有本事走的 或者是留在民進黨部的那些人 就有一些怨言 所以前一陣子不是PTT 就有一些黨工說 怎麼都沒有加薪嗎 結果出來一個怎麼樣 正二代叫陳羽蓉 他就在這個網上講了江西方言 就是個安的士生的那個話 插話是什麼 就是要來做這個事情 就不應該為薪水 就是說來做黨工不應該為薪水 然後是要學習與付出的 結果就被所有的人 PTT的人酸到爆炸 說你這個就是江西方言 所以這個怒氣 民進黨怎麼樣 就分贓不均之後 他要去安撫黨內的黨工 所以他要提出這個加薪的政策 他其實有這樣子一個背景所在 但是他的問題是什麼 這個不是重點是他有沒有加薪 而是你加薪之後 你的宣傳的心態很有問題 怎麼會說你幫自己的人去加薪 就是可以帶動台灣經濟的發展 結果你的勞工是那種 一力一休只有看到加班 然後經濟政策又抬不起來 要知道我們在2016年 就是最新的勞工的薪資數字 是46422 而且這個不是平均數字 這是從2000年以來的新低點 而且他的中位數是怎麼樣 越來越低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看起來好像是4萬多塊 實際上只有少數的人 財富集中在有錢人底下 真正的大多數的勞工 可能薪水都領不到3萬 所以小英才會講說 他的夢想 他的幻想 他的白日夢是3萬塊錢 所以這樣看到這樣一個 巨大的反差 同時民進黨政府又用各種的方法 我就說他是一個很差 治理很差的勝負 可是他是一個優秀的人力銀行 為什麼 他讓自己的黨工充分就業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透過外交的這種 外交官的機要 部長的機要等等 還有國營事業裡面的員工等等 去安插各個部會來講的話 還有包括我們剛剛講 農天捨立會為什麼要改官派 還有我們講說為什麼縣市合併 這些東西 因為你可以派出大量的非 就是說非公務員體系的這種機要 或者是幕僚 到那邊去任職 然後另外還有比如說 我們講國營企業水利會 還有為什麼我們之前 其實通過了一個條例 就是非職業的外交官 他可以任職 現在我們來講說 利用各種的政治鬥爭的機會 包括加拿大 我們新的過去的大使 廣中城為什麼被拔掉 因為你想要安插 因為我很了解廣中城他就是比較藍 非我族類其心地義 而且那個位置很重要 因為加拿大大使的位置很重要 位置很重要 他要換自己人 換自己人 而且那邊怎麼樣 你可以跟僑民募款 如果是偏藍的 我不好意思 我不方便去做 不不好意思做得那麼白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東西 一切都是為了錢 不要說什麼理想 台獨那種高舉 沒有 一切都是為了錢 趕快把錢收到自己口袋 這比較實在 這就是民進黨的性格 我想問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當然民進黨有些黨工是優秀的 我們不否認 有些黨工是辛苦的 真的想為國家做點事 但你的初心想為國家做事 結果有為國家做事嗎 看起來沒有 大家並沒有過得比較好 你們的黨工很辛苦 你們的黨團助理很辛苦 但他們的工作是消滅國民黨 是繼續讓我們的政府 用扭曲的價值 欺騙台灣人民 所以我真的想問問 民進黨的這些人 不說支持者 你們真心覺得 台灣有因為黨工的努力 黨團助理的努力 而變得更好嗎 如果沒有 憑什麼加薪 休息一下 媽媽回來 基層勞工才應該要趕快加薪 他們喊了這麼久 可是我們看民進黨黨工 加薪果然是好事 可是如果說 民進黨的黨工們 他們加薪了之後 只會幫民進黨的這一些高層 然後去做鬥爭 或者是做這種全謀 這樣子的一個事情的話 我想敬平這事實上 是我們全民所無法接受的 因為是花我們納稅人的錢 所以我們拿錢幫他們加薪 然後再讓他們來繼續虐待我們 這合理嗎 所以當民進黨霸氣 幫這個黨團助理加薪5% 然後中央黨部的黨工 也加薪的時候 我想到之前行政院主機總處 也才公布 全中華民國我們整個台灣 我們全國有超過三成 大概305萬人 還薪水不到30K 也就是不到3萬塊 對比這個民進黨這次 一次加薪5% 有的從這個3060塊 一下子多了920塊 快1000塊 變成30980塊 快要31000塊 的確是讓很多我剛剛講的 另外主機寵處所公布的 這超過30% 全中華民國的勞工 也就是305萬人 大概要扣掉民進黨的這些 立法院的黨團助理 還有民進黨的這些 中央黨部的黨工 他們大概會憲煞他們 憲煞所有305萬的勞工 但是我也要問 然後另外這30%的勞工怎麼辦 305萬的勞工 或許民進黨 還有民進黨的政府官員 從這個勞委會主委 或者是到這個勞動部長 到這個 還有包括行政院長賴清德 蔡英文 你們可能會說 我們已經用這樣實質動作 拋磚引玉 希望帶動企業加薪 但是為什麼當蔡英文跟賴清德 先後喊出來 不管是你跟工商界 企業界的大佬早餐會 或者是匯報 在跟他們協調的時候 每一個工商業界的大佬 企業界的領導人 包括張宙謀在內 都說這個薪資 是自由經濟的市場 政府不宜做過度的干預 你們管好自己就好 等等之類的 為什麼你們總是沒有辦法 去說服這些工商界的大老闆 因為勞工真的都希望加薪 我剛剛講這305萬人 沒有人不希望加薪的 但是你們加薪了 然後只是喊一次給大家看 這是蔡英文的夢想 還是一場康舊夢 還是一場空笑夢 這是夢想 你要幫助這305萬人實現 你有本事的話 不只是幫助你民進黨 中央黨部 少數的一些黨工 還有民進黨立法院黨團 這些肥資資的大立法委員 甚至這些所請的立院黨團助理 你們的酌炎點說 這是一群一整年勞苦功高 會讓對手 會讓國民黨害怕的一個黨團戰力 所以要幫他們加薪5% 我覺得當老柯講出這些話的時候 我感覺好像在分贓 這個加薪就 那個意義就大打折扣 我感覺好像說 你們這一整年鬥爭別的黨團 不要和諧 這個不要和解 破壞和解 然後鬥爭有功 讓民進黨繼續鞏固執政 來 這一點點就是你們的 這個漢馬功勞 這個是你們的酬勞 然後讓你們這樣子 能夠換取這樣的一個代價 然後拚命的賣命 來一年2018年 明年要選舉了 要更加努力鬥爭這個在野黨 這種如果是 建立在你一個加薪的想法上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悲哀 也難怪剛剛其實聽到趙欣講說 這個黨工加薪 黨團助理 黨工加薪 黨團助理加薪 勞工加班 真的 那305萬人繼續加班 所以行政院主席總數 公布了那305萬 33成的數據 你有沒有辦法解決 沒有 你霸氣的加薪 中央黨部的加薪 然後你的配套錯是在哪裡 你有沒有辦法把你的 所謂的夢想數字 不要只是夢想 人家 你什麼時候開始去學著 你的前前任的總統阿扁 有夢最美希望相隨嗎 總是給大家一個大筆希望 選舉過外到了 又再畫一個夢想嗎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 坐而言不如其而行 你已經開始了第一步 讓黨工還有你的助理 黨團的助理都開始 變得開始超過3萬塊了 另外305萬人 拜託你加加油 要不然大家只是覺得 你孤民釣慾 做一個樣子 照顧你自己人 然後外面的305萬人 雖然是你的子民 但是不是你自己人 其實勞工當然聽得很心酸 你說幫我們加薪 沒加到 軍國這樣聽得也很心酸 你說幫我們加薪 結果現在說 總運算沒過 要跳票了 可是真正會最 脆心的是誰你知道嗎 是國民黨的黨工 民進黨的黨工 這樣子爽領錢 每個月造實領錢 還有獎金 尾牙越辦越大廠 現在年終送個大禮 要不然你加薪3% 搞不好會加薪5% 國民黨的黨工 被你們當產會一追一殺 不要說什麼尾牙年終獎金 還加薪 連薪水都領不到 連飯都沒得吃了 借錢發薪水 所以國民黨的黨工 會不會這樣也不好 呼籲大家加入民進黨 志偉 聽了大家剛剛這樣講 真的 心裡好痛 我是沒有領薪水的 但是我們黨部這一些 你也領不到 就算有領薪的你也領不到 對 我現在就要講 我是義務職的 像那些專職的 有時候還領不到 我們今年還負債 而且所發的一個薪水 還是黨主席是去借來的 以後還要還人家 帳面上負債 還有帳面上沒有列進去的 還欠負整個地方 真的 人家講說 一人得到鯨犬升天 蔡英文總統 在這邊先恭喜你 洛貝爾獎可能你即將獲得了 為什麼 兩年前選舉的時候 朱立倫講說 要把勞工的這個最低基本工資 四年以內 他如果當選的話 四年以內要加到三萬塊 前一陣子你還在講說 你的夢想 是基本薪資是三萬 我還以為講說 你是空手夢想 你做白日夢 結果你今天 黨工 你的民進黨黨工先加 或許剛剛趙欣有講到講說 你為了要把當時 這一些選舉戰勝的黨工 已經升到國營企業政府部門 然後你為了要縮短 那一個薪資的一個差距 你不得不把現在的 在黨部的黨工加薪 現在是黨團的這些黨工加薪 但是我要更加講的是說 選舉還要搞 明年又要選舉 你如果沒有對這些黨工巴結的話 選舉大家怎麼會替你賣命 你之前那一些黨工吃香的喝辣的 大家都到這一個政府部門 國營企業 甚至於去當機要秘書的 領的薪水都比現在這些黨工還要多 但是你看到 過去國民黨怎麼樣 就動不動就被民進黨拿出來批判 你看到 這個尾牙又吃餐廳 尾牙又沒菜 我們怕到沒菜不敢吃 餐廳不敢辦 辦的時候都辦在那裡 辦到的來辦 然後默默的這樣吃 你們以前祝祝姐請大家吃飯 還要副主席去認養每一桌 去認養 中常委要去認養 中常委要去認養 結果你知道 而且吃的時候 好像在做派台起 偷偷摸摸的吃 怕被人家等一下又攻堅了 結果人家民進黨一上任的時候 人家大膽 人家抽電視機抽什麼 然後主席又加碼抽現金 所以有時候想說 我剛剛聽各位在講 我就覺得心裡好痛 真的 加入民進黨好了 不太準 我只在這邊要呼籲我們的黨說 參雷甘水過寒冬 共體時間 但是講到共體時間 我又想到 蔡英文總統你一上任的時候 不是講說國家財政有問題嗎 然後在這些退休軍公教 要砍他們的年金 叫他們共體時間嗎 結果現在看起來 賴清德一上任 軍公教加3% 然後現在講說什麼 躺在立法院 總預算沒有過 不能加 然後又要怪國民黨 民進黨在立法院是多數 你要過輕而易舉而已 結果你看到 剛剛又聽到佑正講 黨產會顧立雄主委 你看到他那個時候 從不分區的立委 然後到黨產會的時候 把他所有的助理都帶去 助理原本是三 四萬 四 五萬 現在一帶到黨產會的時候 這時候到七萬以上 然後辦公室主任更多了 然後現在要到金管會 金管會國營企業 上市上規的公司 那更多了 當時還有促轉會 你看到促轉會 那個我覺得還少 但是顧立雄大金管會 比較厲害 他去的時候 你看到所有的一個 上市上規金融公司 然後所有的這些企業界 你到明年的時候 你要不要去 政治宣言 民進黨很厲害 民進黨能夠有那個募款 募款箱有沒有 讓你老闆生 你痛苦的時候 一直流 一條 然後再來什麼 募款餐會 有一桌五千的 一桌一萬的 一桌五萬的 一桌十萬的 然後募款的更多 然後再來周邊的商品 剛剛你講三支小豬 以後你看到 原本那個小豬是塑膠的 後來又變成馬卡龍那種的 以後會不會變金的 我不曉得 然後政治現金 你看到有報的有報 沒有報的沒有報 我們怎麼辦 所以說難怪民進黨 可以這樣加薪 你看到之前在講說 基本公司如果調高三萬 經濟部長講什麼 中小企業會很辛苦 可是如果民進黨 黨工加薪的時候 這個黨部不會辛苦 因為政治現金越來越多 因為還是中小企業很辛苦 因為他們要軍錢 對不對 但是我跟你講 黨部不會辛苦 但是中小企業會更辛苦 會更辛苦 那些財團會更辛苦 所以說我又覺得講說 真的 漢言 我們中國國民黨的基層黨 說大家共體時間 我們也希望講說 薪水能夠發得出來就好 你不要要求黨部來加薪 所以說薪哥剛剛講好了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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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哥剛剛講的 要補充一個 就是他們這是一種目的性加薪 你剛剛講對了一半 你剛剛講這種加薪 其實不只是這樣 加給大家看 然後還有告訴這些黨工 民進黨的黨部的黨工 還有黨團助理 好好的打明年這一仗 明年的縣市 能夠拿多少回來 有多少個縣市政府的位置 有多少肥水 有多少殘雷 這個田 可以讓你們去跟 然後到時候你們這些黨部的 這個黨工跟黨團的助理 不要擔心3萬塊3萬出頭一點點 這個目的性 給你們一些些誘因鼓勵 把帳打好 選戰的加油 把縣市政府 這些幾個開疆癖圖拿回來之後 有多少位置讓你們分 看在很多廣大的300萬的 沒有3萬塊的勞工的眼裡 他們根本沒有這樣的一個 前景可看 所以其實改善經濟環境 跟這個產業轉型升級 還有如何鼓勵老闆們 讓他們的獲利分配給勞工 這才是民進黨 還有蔡英文要做的政辦 他們好像在講信我者得有聲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叫做什麼 現在的民進黨跟以前民進黨 不一樣 像我們剛剛講的 以前民進黨都批評國民 權貴 太有錢 黨產很多 然後吃香喝辣 結果現在很有錢的 很權貴的 當產很多的 那不像黨產來 黨的錢很多的 吃香喝辣的 變成民進黨 現在大家看清楚 蔡英文上任前的民進黨 跟他上任之後 這一年多以來的變化有多大 以前真的吃路邊攤 有沒有 快炒店 而且是又破又舊的 大家在那邊談理想 談時事 談我們要怎麼改變台灣 現在大家錢多了 去大飯店 包廂 上酒店 高級鋼琴酒吧 高級酒店 包廂 躲起來去談 我們要怎麼多賺點錢 要怎麼樣把政府的錢 放到我們自己的口袋 我年紀夠大 曾經 我一畢業的時候 剛好趕上那次的經濟大爆發 民國77年 大概1990年之前 那時候我剛進黨營事業 我的薪水叫1萬6000 後來發生搶人大戰 政府要跟民間企業搶人 所以每年調薪13% 我的薪水在幾年之內漲了一倍 然後持續上漲 到了我在這個公司10年之後 我的薪水漲了四倍 那是叫良性競爭 剛我呼應一下近平講 那個是經濟條件非常好 企業跟政府之間要搶人 所以要加薪 現在沒有 我跟各位講一個數據 根據11人力行的統計 明年預定要調薪的 占整體企業只有6.5% 而且其中的5成4 最高調薪只有3.7% 然後今年 這個明年這樣的調薪的幅度 創5年來的新低 然後今年只有2成1全面調薪 全面不調薪的有4成 為什麼 就是企業經營不下去很難 為什麼 就是因為兩岸之間 目前沒有辦法得到和解 為什麼民進黨可以加薪 很簡單 政治現金捐一下 不要捐國民黨 捐國民黨 捐國民黨 為什麼 不然的話這個保防法 這個治安法 這個國安法 這個很難處理 隨便講一講 趕快捐 能捐多少是多少 檯面上檯面下的捐了一堆 只要我們民黨加薪就好 你家的事 你知道一個政黨的加薪 是帶動不了企業加薪的 沒有這種事情 就是示範說你要對我好 對我好 我全面調薪 我調薪就好了 再來再說 這種示範作用是假的 只是證實說我很有實力 我很有經濟實力 我可以募到很多錢 我最後要講 民進黨在在野的時候 說國民黨是大肥貓 好肥 我跟各位講 海基會現在是等於 兩岸的仗儀社 只有處理台商 可能再見的問題 那時候林育芳質疑說 你當初不是說 高孔年是肥貓嗎 我跟各位講 現在海基會不做事的 海基會副董事長 叫柯承亨 他的薪水是 23萬5640塊錢 23萬 然後副民處長兼經貿處長 叫羅懷加 15萬1980塊錢 然後綜合代理處長 叫彭顯君 12萬805塊錢 各位 他們都沒有做事 沒有事情做 他們薪水可以這麼高 你就是加不了線 你只能加班 然後只能過勞死 沒辦法 因為你跟民進黨不好 那怎麼辦 就是我們講的 現在是這個國家 分成兩個部分 所以民進黨現在很有錢 但是他沒辦法賺錢 錢是哪來的 方法很多 而且我跟各位說 有一大部分 是從你的口袋來的 馬上回來 民進黨政府不僅是要幫自己人 加薪 還要幫自己人加位子 加多少位子 加324個位子 蔡政府你看 上任之後 多出324個新官職缺 這麼多的職缺 所以斯剛 一直在喊窮說沒錢沒錢的政府 應該是講 民進黨 憑什麼幫人家加薪 因為他先幫很多人加了位子 這些有了位子的人 他們的薪水 我們給的 有了位子的人 可以到外面去弄錢 上繳黨中央 所以黨中央才有錢幫黨工加薪 是 因為他這是一個 賺錢的循環有沒有 先把位子再到手 這是一個賺錢循環 這個賺錢循環 這個良善的循環 物質不滅定律 金錢增加倍增定律 就先把位子達到之後 那個位子才有辦法知道說 哪裡有錢 所以我們剛才談到 顧力雄的金管會的案 這個例子 你不要看 他帶著很多幕僚去 萬一他這個位子 終於一天會離開金管會 那些幕僚可以安排到哪裡 安排到各種不同的金融機構 所以金融機構裡面 就會開始開支散業 就有顧力雄的人 很多供應行庫裡面 他可以安插到裡面 像副總左右等級的位子 他可以知道說 這家金融機構怎麼去做 所以這個就是說 一個位子開支散業 就開始在這個行業裡面 就變成一個 自己的所謂的顧力雄幫 自己所謂的金融幫 好 再來再看 這324個位子 我覺得以前國民黨執政 我覺得也很笨 我剛剛跟世維說 國民黨執政就是太守規矩 溫溫良恭儉這樣 你現在民進黨裡面 把很多像什麼 很多三級局處 我們現在解釋一下 什麼叫三級局處 譬如說智慧財產局 什麼健保局 然後國民健康局 這種局處以前都是文官 以前馬總統時代 就規規矩矩 派個十三級等文官 去做局長 處長 但現在改了 現在可以派自己的人去做 可以用政治任命的方式 去做局處首長 你這些局處首長 你不要看 雖然是所謂的局長 但他還掌握了很多的資源 你看健保局 健保局醫院不怕衛生局 怕健保局 健保局管錢 管河山 所以他在這一塊 可以知道這邊的資源 這邊的所謂的衛生 這種資源在哪裡 所以他在每一個關鍵的位置 都換成自己人 把它變成官派之後 我覺得整個的那個傾向 就變得不一樣了 我剛才講 就不要說外交了 這個大家雖然聽很遠 但是不要看外交 是最容易藏人的 因為天高皇帝遠 對不對 不見了 你派人去那邊 這個人去那邊領高興 國民黨想進度還進度不到 進度不到 很多是派個什麼副代表 這種層級的 所以我問你 駐美副代表是特任官 是派去的 大家知道叫什麼名字嗎 不知道 但是他很開心 拿多少錢 不知道 跟僑胞默有多少錢 不知道 對 但是他很開心 他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更不要說過去就搞了 所謂的黨產會 促轉會 這些又可以升多少的官員出來 名額出來 還有達不到的 我乾脆用搶的 婦聯會 有沒有 文化總會 你說這個婦聯會裡面 幾百億 三百多億 OK 他這個資產放在那邊 他說你如果不按照我的說 你就得解散 或是我派人去監管 被派人把你這婦聯會給收了 好 我沒辦法用其他的 正規的方式拿到 我就搞一個理由去把它整你 農天水利會 農天水利會 也是 也是 為什麼要改官辦 3000多個位置等著你發送 等著你分發 所以變成說 民進黨執政在兩年的時間 把國家上上下下 各種不同體系的官位也好 或是本來是民進黨團體 我剛才收納 收歸國有 有沒有 跟共產黨很像 跟共產黨是收歸國有 但這桌出來的位置 然後多出來的錢 請問誰有權力 去做這種調配 當然是民進黨重要 所以說你這黨部加薪 我覺得沒有什麼好講 我覺得甚至有點羞恥 你黨部加薪 只是證明說你會募款而已 會用錢 想募款還好聽一點 對 會弄錢 幫自己的黨褲 變得口袋肥到油都溢出來 但重點是你作為一個執政黨 要讓人民加薪 要讓每個人的基本月薪 都到3萬塊以上 我覺得這才是 你才對得起人民 你應該說 如果沒有到3萬塊 我對不起 我民進黨不加薪 與民同苦 這才是政府該做的事 我2020不選連任 這很難 不可能 好 民進黨現在 我們剛剛講324 是看得到的 已經增加的 還有未來馬上都增加的 你看不到的 還多的 馬上回來 小英一上台之後 多了324個官位 這還是被報導出來 大家看得到的 檯面上有的 可是韓濱 還有很多其實是 我們所不知道 還沒被報導出來 但是還有很多的官位 都在小英的口袋當中 是 因為你看 民進黨上台之後 他們在做什麼方式 就是想盡辦法用各種名目 增加很多奇奇怪怪的機關 本來可能是二級單位 我就把你變 多加一級變三級 然後本來一個單位 我就把你拆開來 變兩個 三個 四個 然後用各種方式 然後甚至像你看 剛剛已經有人舉例 新南向辦公室 裁測掉之後 大家以為可以省73萬 結果是變成兩個加更多錢 所以他就是用這種方式 不斷的搞得你頭昏腦脹 然後實際上 你看我們算得出來 就已經324個 更不要說很多本來 不是民進黨的人 把他們上台之後 我直接就是原職位 我把他換成民進黨的人 去做的 那更不知道有多少 那個大概成千上萬 這樣的工作 其實這些 就是讓這些民進黨的黨工 他們立院助理 他們心裡頭 很不舒服的原因 為什麼 我們在那邊作戰 我們在幫你們努力 結果到最後 我們拿到政權 是被你們這些人搶走了 所以現在得以給他們 一個小小的安慰獎 一個小小的業績獎金 好了…我知道你們辛苦 至少國民黨被你們弄得共洽 所以幫你們加一點小錢 但是實際上 這整個戰略計畫 不是現在才出來的 我必須講 這個我大概10年前 我在很多獨派的網站 當時他們就已經在說 如果民進黨執政 然後又能夠在立法院 多處的時候 他們要怎麼樣去抓到 掌控所有的權力 要怎麼樣去分派這些官位 其實10年前 就已經有人在討論這件事了 其實實行的步驟 就跟今天民進黨上台之後 實行得差不多 這一個它有兩大作用 一個就是什麼 切斷你國民黨 未來所有復興的可能性 也就是把你以前過去 你能夠掌控的這些機關 全部都消滅掉 然後第二個 因為在這些位置上 都暗插自己人之後 你錢全部都吸進來 當你的錢吸進來 權力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已經完全重新回到 一個威權時代的中央集權 在這種情況下 老實講沒有人敢得罪他 因為你一旦得罪他 選舉也不用選了 什麼也不用玩了 你回 那不要說國民黨 會被他殲滅掉 其他所有的政黨 其實也沒有存在的必要 因為你完全失去任何意義 你選舉也不可能選得贏他 你做任何事情也做不過他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事情 現在民進黨 你讓他全力抓到這麼多 然後讓他在各單位身手 如此之深的最後結果 就是到最後 大家重新又回到戒嚴時代 又回到那個時代去了 因為所有東西 全部被他一把抓了 所以你看現在民進黨 我覺得他最厲害的一點 就是國民黨以前 不管他是威權時代也好 或是後來 比較民主時代也好 國民黨做什麼事情 他會好歹弄個明目 就是言耳道理一點 講比較難聽一點 你好歹比如說大家 因為整個經濟景氣好 我們大家跟著一起加個薪水 但是可能經濟景氣好2% 國民黨加5% 現在民進黨是 我經濟景氣不好 我也照樣加薪水 逃不遮掩 你賺不到錢 你加的是我要賺到錢 而且他就是硬著幹 你也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他就算是跟財團 站在一起的時候 他還要告訴你 他都為民著想 他也是慈悲心 他還在做功德 所以這就是 非常可怕的一個地方 因為這個黨 已經完全可以睜眼縮瞎畫到 他根本不在乎你講什麼 因為你們這些人 以前就是被他們利用 現在你沒有出賣剛好而已 所以如果你還持續 被這個黨欺騙 到最後不要說 民進黨黨功加薪 我老實講 到最後他開始加稅的時候 他開始在 用各種方式去整理的時候 你也只能摸摸彼此接受 為什麼 因為你已經放棄了自己的權力 你完全失去了抵抗的機會 所以現在除了已經有的位置 很多 未來還要多更多的位置之外 那一些本來就存在的位置 而且特別肥的位置 當然也必須要收到我的口袋裡面 我講的這些就是國營事業 趙欣 所以民進黨突然間變出了好多 高雄市的副市長 台南的副市長 哪裡的副市長 什麼誰的左右手 什麼誰的副首長 全部跑到國營事業去 把國營事業 統統變成民進黨的 國營事業 我們講過好多次有沒有 台字背 中字背 油電 肥 鋼 糖 什麼的 這些是最有錢的 隨便一賺一年賺幾千億再賺的 這些人都是民進黨的人 這些錢都是民進黨的錢 對 而且不只是民進黨如此 而且從常在裡面的安排 你可以看到很多派系運作的影子 就像之前我們現在 千百個不願意才到宜蘭去 搜刮宜蘭的土地的 陳清德德哥 過去就是在中油 那時候為什麼說他不情願 因為中油一年的預算 那是幾百億幾 甚至上千億的預算 比起宜蘭縣 一年的預算 甚至是多了好幾倍 所以在一開始上任的時候 第一個去搶國營事業 就是民進黨的當務之急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中製備 國製備 什麼郵局系統等等之類的 但後面就是我們講的 為什麼說有所謂的農會法的修正 水利法的修正 水利會法的修正 就是這些系統裡面也都是 民進黨的這是什麼樣子 看著流口水的直缺 那麼一旦如果變成官派的話 我就有隨時想要任用 給其他人的權益 那麼更重要的是 這些比公部門的任用 更重要的是什麼 就這些人的錢 他可以透過比較隱晦的方式 這些部門 這些機構的方式 包括叫外包 發包的方式 不只是領薪水而已 他可以讓更外圍的 這些民進黨不是黨工 但是實際上幫民進黨做事的人 透過這種外包接案的方式 做很多的案子 把這個金流說白了 就是洗到民進黨的系統裡面 這個東西是公部門做事 更不方便 他的錢又比公部門更多 我不是這樣做 我不是傻的嗎 我這麼愛錢 我這麼想要做這些事情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剛剛講 未來可能後面也會講到的 包括縣市合併 如果合併了之後 你會有很多的機構 你會升格 那麼警官等等之類的 不只是機要職 我們講最基層的 光是清潔隊的隊長 他的編制就會擴大 擴大不講 薪水也會加高 所以有一些可能連幕僚 都沒有資格去做 但是就是在地的裝腳 這些人 我就可以來一場清潔隊隊長 人事搬風 大鬥爭 到這麼基層都可以去做這種 這種所謂的清理的動作 為什麼 因為這些基層支持的力量 對我很重要 我要把資源嚇下去 所以從裝腳 基層 幕僚 還有外包的這些 包括這些文宣人員等等之類 這是一場全面的 資源配置的這種戰爭 目的也不是什麼執政的理想 就是很簡單 資源聽我的 人聽我的 話之我的 我就好像一場足球隊裡面裁判一樣 規則也是我的 裁判也是我的 球員也是我的 你拿什麼跟我鬥 所以最後都是為了選舉的勝負 來 敬平 我們剛剛講到了 這些錢 注意到了 不管是國營事業的錢 還是這324個官位的錢 或者是這324個官位 他們的業外收入 就是外塊 瓦樓 這些錢是哪來的 這些錢都是我們的錢 沒錯 這些錢都是納稅人的錢 這些位置上的人 我看324加沒有看到的 再加上國營事業 大概破千了 這破千人的薪水 我們的錢 我們的納稅錢 這破千人 外面弄來的錢 也是我們的錢 好 除了我們的錢之外 還有誰的錢 還有老闆的錢 老闆的錢誰弄 國營事業難弄 小官難弄 沒關係 我有個金管會 金管會專門管你們這些 超級大金主 換個顧力熊上去 以上去都告訴你說 要保持一個手臂的距離 跟誰保持 跟國民黨保持一個手臂的距離 跟民進黨 不用 以前捐錢給國民黨的 還敢捐嗎 當然不敢 捐給誰 捐給我們民進黨 這個也是很大一筆收入來源 顧力熊的金管會 當然顧力熊的金管會 這個是他到金管會 最重要的目的 也是我們當初在評論 他這個人事案的時候 所一語重地 所講到今天的發展 斬斷了對於這個 長期以來支持國民黨 然後幫助藍營的這些 可能的這些企業界裡面的 這個財經圈子裡面 然後讓國民黨 可以繼續苟延殘喘 還有一些金流 還可以得到一些幫助的 讓他徹底斷得乾淨 以至於說看到民進黨這次 加薪不管是3% 5% 國民黨連想都不要想 你的黨工 不要說加薪年終獎金 連薪水都發不出來 連下一餐有沒有著落都不知道 以至於參風露宿 露宿街頭 大帳篷 到這個黨產會前 到行政院抗議 都還會被民進黨冷嘲樂諷 所以你看這一次這個民進黨 在加薪了之後 民進黨發言還在酸國民黨 斯維克 他還在酸國民黨 酸國民黨發言的人 說我們都沒有加薪 民進黨加薪 那你們國民黨呢 當然 你不要說國民黨 國民黨 你除了國民黨他什麼叫 你國民黨都要被迫跳樓了 這些人的這個 下一餐都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剛剛講到金管輝 弄得這個財經券 這個金融界風聲鶴唳 其實就是讓這個金融界 你到時候你看 最近這個前一陣子 前幾天監察員不是公布了 政治現金政黨的收入嗎 這個幾乎除了民進黨之外 包括國民黨在內 每一個都是負的 每一個政黨都負的 然後民進黨拿了政治獻金 一大堆 這只是那時候顧力雄才剛過去 那個效應還沒有出來 等到顧力雄到位之後 你看他未來從今年 從現在 從今年年底 看到明年年底選舉前這個時候 你看民進黨會不會在明年年底 監察院的這個審計監察報告 他的一個政治獻金的 這樣一個報告 再拿出來看的時候 肯定跟今年成大躍進的成長 民進黨秀出來的數字 你再去仔細去比對一下 這才是值得觀察之處 所以你就知道說 顧力雄的作用在哪裡 金融的整頓 搞得大家風聲鶴唳 但是是不是肥了綠營 肥了自己綠營的這個自喜人 你說要保持一個手臂 我看他不知道 你跟國民黨最好 不只保持一個手臂 保持更遠更遠的距離 但是民進黨 你自己的分寸在哪裡 你自己的距離在哪裡 不需要 等到選舉的時候 我聽到的消息 現在民進黨各縣市的議員 都已經在進行黨內初選 還有掛文宣看板 尤其是民進黨裡面有派系 包括從最大的派系 到裡面的其他 都已經透過民進黨中央的 好幾個部位 包括金管會 顧力雄他們在內 開始去找金主 介紹這些金主 企業主幫忙 所以他們選舉的資源源源不及 所以你看他們的廣告看板 拼命的一直掛 很多的這個錢不斷的去找 有些年輕的助理 比如說到我們那邊的幾個選區 還有隔壁的選區 幾乎看板 街頭一個一個掛 然後那個錢幾乎 大家地方上都知道 心裡都非常有數 都傳聞說 早就民進黨中央到派系 就把錢都全部準備好了 這個就是執政的好處 所以你今天剛剛講說 不只是蔡政府上台之後 多了324個新官職缺 剛剛講的農田水利會 我看你那個表 他們統計出來有15個 其實不只15個 那15個是指以後官派之後的 農田水利會的這個會長 以後還有各個裡面的農田水利會 不要忘記總幹事 總幹事還有甚至農田水利會 所有的職缺 有上千個 還有包括的這個各縣市政府 其實還有什麼 包括基金會 文化基金會 客家基金會 那些預算是全部來自於 我們納稅人這個邊的 你知不知道 包括我們這個市政府 之前才通過的文化基金會也是 客家基金會也是 好多夯不朗當的 所有的這個基金會 一下要變六個 一下要變八個 要十個 五百萬 一千萬 幾個百萬 幾個千萬這樣子編的 你就知道說 康納稅人之凱 然後用這個全民的錢 他們完全不熟軟 因為基金會又完全不受議會監督 當我們要看他們的這個 基金會的預算的時候 你們用到哪裡去 甚至人家企業界他們還去募款 基金會他們有錢捐助給他們 要看他們錢用到哪裡去 基金會有哪些企業界贊助裡面 不給看 因為這個是個資法 不能給你們民意代表 不能給議會 不能給議員看 你就知道他們的小金庫跟大金庫 他們的金流藏到哪裡 有多多 有多可怕嗎 所以可以由哪來做選舉 或許很多觀眾就講說 民意代表監督 議會要砍 砍了之後 這些民進黨從中央的立法委員 還有他們發動的綠營媒體 報時還有電視台就開始 又來一次什麼 再怎麼野蠻 也不能這樣卡住預算 也不能這樣監督預算 不能讓這個國家 和各縣市政府的預算 被你們給凍在那邊 或砍住了 不能前進 我剛剛聽到 最早聽到剛剛施誠哥 念到那個海基會的人士的時候 聽到以前我們同業的 某報社綠營媒體的記者 跑去海基會當官 我是覺得說你看 這果然是 你剛剛念了最後一個人的名字 我也知道 一人得到鞠犬升天 連幫民進黨寫好新聞的 同樣的一個站在他們 輕率 犯率 政治立場的媒體 平面媒體的記者 全部都會被挖過去 收入都可以變成Michael Michael 都可以到達5 6萬 7 8萬 甚至逼近10萬 當了處長或者是更高階的 薪水都嚇嚇叫 所以你就知道說 他們其實不只是奪權 不只是想要鬥爭 最好你國民黨永遠不要翻身 我在民間在跑 在基層跑的時候 聽到很多人說國民黨加油 他們所看到的都是說 希望幫我們老百姓 經濟環境能夠改善 希望讓大家 經過這一方的階級鬥爭 軍公教的被砍什麼什麼 之後能夠幫大家講講話 可是民進黨 你們這些既得利益者 你們這些加薪被加薪的人 想一想除了300萬 沒有到3萬塊的勞工 在3萬塊均線以下 還有800萬的勞工 還有這麼多你要照顧的人民 怎麼辦 有沒有辦法能夠帶動 整個經濟起飛 能夠帶動大家的全國大家薪 不是你黨內大家薪 然後大家分關加決 每次看到選舉過後 尤其是從中央到地方 民進黨總是好像 抱著一個大肥鍋 那個鍋子就好像 我們洗臉噴一樣 上面都堆滿了鈔票 大家看了都覺得心酸 是 所以民進黨 不管是用什麼樣的 民事暗示的方法 讓這個企業主乖乖的 拿錢出來 上繳這個民進黨黨褲之後 當然這民進黨的人 他們也要幫企業 偶爾講講好話 尤其在審一些關鍵法案的時候 在立法院選礦業法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了 民進黨立委林淑芬 四個女人的戰爭 四個女人 有哪四個 林淑芬 邱藝營 還有就是經濟部次長王美花 因為他 林淑芬 質疑次長是不是在護航 結果邱藝營馬上就跳出來 還說不是只有你改革 這個是不是就是明顯的是 在幫老闆講話了呢 大家記不記得齊柏林 看到那個挖了那麼大一個洞 誰挖的 雅泥挖的 雅泥挖了那麼大一個洞 大家才注意到說 原來挖礦對台灣的生態 不換這麼大 林淑芬他就覺得說 現在經濟部想搞的鬼 是說沒關係 你們慢慢環坪 你們邊挖邊做環坪 如果挖10年 環坪10年沒做完 我就那10年的採礦權 不就是我的嗎 他覺得不行 這個東西應該要改 想不到邱映營居然說來講說 怎麼樣 你以為這樣叫改革 你以為這樣子 就只有你一個人在改革 你在那邊坐整天 我不是坐整天 他邱映營是在幫挖礦業者 採礦業者 雅泥這些 破壞台灣生態的人護航 所以我講說 這個所謂四個女人的戰爭 或者你要縮小一點 叫做林淑芬跟邱映營的戰爭 根本就是正義跟不正義的戰爭 一方林淑芬覺得說不行 要停工 環評過 再繼續展研 邱映營覺得哪有什麼關係 邊挖 邊還評 也無所謂 不過還好有林淑芬擋住 所以經濟部現在姿態放軟 說好了我們還評過後再開工 我們就很奇怪了 民進黨怎麼會有立委 那麼想幫採礦業者來說話 有人說是護航 不是我講的 平面報紙講說是護航 原來你翻開這個表格 這個表格不是我做的 網路媒體這個表格告訴你 這些看到很多立委的名字 為什麼會列出立委的名字 後面還有錢 原來這個表格告訴你的是 這些立委接受了 所謂採礦業者 挖礦業者 比方遠東 雅尼 徐須東 這些人的捐款數字 藍得多還綠得多 藍得多不敢說沒有 也有 但你看看立委有多少 最多還有拿到多少 立委的是3139萬人 還有拿到205萬的 還有拿到330萬的 神明文 100萬的 150萬的 120萬的 拿了一大堆人 大家看到了嗎 原來民進黨這麼多立委 拿了這些採礦業者 挖礦業者這麼多的錢 在立法院怎麼敢 不幫他們說話 是什麼 當年這個十年造成 對生命的威脅 美國國會也一堆人 幫十年業者說話 後來發現 全部拿他們的政治獻金 你知道水泥業在台灣 其實很多專家 覺得說根本就不需要存在 因為它是一個高耗能的產業 它對台灣的 所謂經濟的貢獻非常的低 它對台灣的經濟貢獻 只有1% 但是它的耗能達到10% 這樣的產業 我給各位看一個統計表 因為台灣的現在的房市 非常不景氣 所以它在台灣的 直接的代銷量越來越低 到了2015年前年 也剩下24% 所以你挖了半天 其實大部分都是外銷 可是對我們的環境污染 是非常大的傷害 所以今天剛剛講那個重點 礦業法一面改一面修 有人說沒關係 反正這個雅尼在東部挖礦 最後一次讓它展延了 最後一次20年 20年挖完那個山還在嗎 這不是廢話嗎 可不可以再挖10年山就不見了 是要10年再挖別的地方 是 所以你知道 這跟前瞻一樣 前瞻沒有環境影響評估 沒有任何的評估 然後就把預算過了 礦業法這個東西 後面我不要說官商勾結 可是你對台灣環境影響這麼大的 你拿人家好處 你能夠講出正直的話來嗎 請注意台灣只有3.6萬方公里 礦業對台灣來說 經濟影響並不大 可是對生態影響非常大 各位去看一下那個 我們現在秀出那個 整個三倍挖空的畫面 那個要富裕不太可能 那已經變成生態浩劫了 所以這些所謂當年民進黨 還是所謂環保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姿態起家 結果現在我認為完全是幫這些 所謂的破壞生態這些業者在護航 所以你請問一下 你拿人錢財要不要與人消災 請問一下這礦業法 還能夠得到公平的處理嗎 等他處理完了之後 台灣的環保也完蛋了 這就是問題 所以為什麼那些原住民 要一天到晚上街頭抗爭 這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要對抗這個 現在政府這個大怪獸 而且等這個礦業法 執行完成之後 那個整個山就不見了 所以拿好多錢 當然要幫他講話 我相信這個邱映委員 有邱映委員的立場 他可能覺得 這個業者的採礦權 我們要尊重 但是我相信在台灣民眾的眼中 尤其是齊柏林的事件發生之後 我們大家都眼睛看到了 到底這個採礦 對台灣的生態破壞有多嚴重 難道不能等環評過了 再繼續延展他的採礦權嗎 你這樣子讓他邊採礦邊環評 那跟延展有什麼兩樣呢 追根究底 難道真的是因為錢拿太多 不得不幫業者 這個令人 我覺得令人很難過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些業者 跟這個立委之間 就很多這種政商或金錢的關係 我覺得有這個政治獻金法 我覺得還不錯 我也不知道說這個真實的金額 有一位只報了1萬塊 有一位立委只報了1萬塊 我覺得有點意思 就是說怎麼會 只有一萬塊的政治獻金 所以Anyway就看得出來說 其實採礦業者對於這些立委 這些民意代表 嚇得功夫很深 你知道像有一位才剛出 才選蘇小惠 對 他是一個新科的立委候選人 就可以拿到這麼多的 330萬 這300多萬 如果是如實申報的話 在政治現金裡面 算是一個比較大的 對不起 我都國民黨 國民黨其實也有 國民黨總共拿2400萬 但民進黨3100萬 我們要說國民黨也有拿 但民進黨拿得多 數量多 而且剛才採礦業者也知道說 勢頭在民進黨那邊 所以他在民進黨下的力道 就更多 更廣 你說30幾個拿到 民進黨一步才提70個人 70幾個人 每個選區一個 至少超過半數 都拿到這些業者的錢 誰然業者是賭 民進黨會執政 而且全面執政 在立法院占多數 好 民進黨大家記不記得 他靠怎麼起家 靠環保 每次各種環保團體 怎麼推薦 怎麼立委 或是說環保訴求 民進黨的這些都是率先響應 然後也靠環保拿到很多的選票 也靠環保達到很多道德性 道德的高度 所以但是在入朝 入圍觀之後 取得這個絕對權力之後 環保就放到耳邊 環保就不見了 你看到這個齊柏林 看到他拍攝 這麼大一塊的山 變成一個禿頭 變成一個白頭 我請問你大家怎麼想 那個山林資產是全民的資產 不是說某一個契義的資產 不是說某個縣市的資產 我們在這件事情上面 環保署有沒有出來講什麼話 環保署有沒有能力講什麼話 還是說完全是讓經濟部決定 如果今天 我跟各位觀眾講 今天他這個爭執 還不是說在會議當中的爭執 他是在會議結束中間 有一個休息時間 私底下的爭執 不小心被錄影機錄到 所以這個對話才會出現 好 你在會議上的爭執的時候 民進黨的這些朋友你們 有沒有幫環境講過幾句話 好像沒有在政治會議 並沒有聽到這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 當然能夠誠實申報是好 但是這個拿是一回事 但是真正到政策上面的時候 不要幫環境破壞者來背書 這是千年千年的火害 不要為了錢 為了幫黨工加薪 幫黨團助理加薪 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真的不好 休息一下 媽媽回來 好 剛才提到 民進黨不僅是給自己人 加薪 喬 未 子 而且現在還把腦筋 動到了地方縣市的 重新劃分上 其實我們看到的 冠冕堂皇是說 是為了要平衡城鄉差距 但是現在行政區域 一重新劃分之後 寒冰他們另有目的 是為了日後的選舉 平衡城鄉道具 這句話講出來就給人家笑而已 老實講 台灣這麼小一個島 已經有六個直轄市了 大家聽講出去 我看全世界各國 都覺得這個島有毛病 但是我必須說 現在他更變本加厲 他乾脆把整個島變成 聽說聽陳明文講說 要變成七個州 七個州 七個州 我覺得我真的懷疑你民進黨 到底是不是台灣民進黨 才是你們真正的政府 因為台灣民政府真的 他在網路上宣傳 台灣未來就是要 變成多少州 多少州 多少郡 又變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真的非常荒謬的一件事 這個擺明著表面上講 好像就是說 現在這些大部分的資源 都被這些大都市吸收了 你一些地方 分配不到一些資源 這樣如果我把行政區 重新劃分之後 大家都能夠平均享受到資源 錯了 我跟你講 如果真的照樣 這樣劃分到之後 抱歉 這樣一定會產生 更大的強烈的紅心效果 以後這些地方 你就只有聽他的擺佈 因為你不聽他的擺佈 你可能什麼東西都分不到 這是非常可怕 而且這還只是 表面上的第一個因素 背後的因素更可怕 可怕在哪裡 以後哪一個地方民意代表 你只要不聽我的話 抱歉 你想選都選不上 為什麼理由很簡單 我們現在 我隨便講一個立委好了 假設他有五個 他下面有五個區域 我可能在其中三個區域 我得票率非常高 另外兩個區域 我得票比較低 如果你跟我民進黨 不對盤的時候 我在行政區域劃分的時候 我打不贏你對不對 我就把你三個 比較強的區域 我把它劃到另外一個區去 你就只能在那兩個 你比較弱的區域去選 然後我再把一些 對你比較不利的區域 把你合併在一起之後 請問你要怎麼再選下去 你就馬上被他的候選人所擊敗 所以當中央一旦開始 用這種方式來重新劃分 行政區域的時候 實際上那是非常可怕的 到最後所有的東西 都他在官派 都在指定 之前民進黨就已經在推了 所謂鄉政市長他要官派 然後再加上這個行政區域 規劃之後 以後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是中央指派了 第一個要增加多少官位 而且全部一定都是 你不是民進黨人 也是親民進黨的人 不然你怎麼可能站到這個位子 然後當所有的資源 都被民進黨掌控之後 這些人是因為民進黨 得到這些官位 他會怎麼做 他當然是想辦法去維護 民進黨的利益 到最後其他 我剛剛已經講過 其他所有的黨派 你根本完全 並沒有生存的空間 因為我告訴你 我為什麼會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在戒嚴的時候 國民黨就是這樣幹的 就是很簡單 這不就是你民進黨 當初反對國民黨的東西嗎 你們當初不就認為說 國民黨從上到下 所有的層層都被他把持 因為一大堆東西都是官派 所以你民進黨打破這些東西 才要實行地方自治嗎 現在照你這樣的行政局規劃 還有什麼地方自治 全部就變中央集權了 不就是這樣子而已嗎 所以你民進黨到底在搞什麼 你真正的理想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老實說 你們根本也沒有什麼理想 你們就是要賺錢 然後要讓別人 永遠沒有辦法強調你的位子 這就是你們真正的目的 民進黨的這個想法很可怕 我們剛剛講說 當你把這個縣市給合併之後 財政能不能平衡 看一下現在的新北 看一下現在的桃園 看一下高雄 看一下台中 看一下台南 台南縣有變得跟台南市一樣有錢嗎 高雄縣有變得跟高雄市一樣有錢嗎 台中縣有變得跟台中市一樣有錢嗎 看起來好像也沒有 所以你不要跟我講什麼平衡財政 不要讓有錢的地方更有錢 不要讓窮的地方更窮 因為六都告訴我們的結果就是 還是一樣 也沒什麼改善 所以民進黨今天講這麼漂亮的話 都是屁話 都是淡話 都是藉口 他們的真正目的是什麼 一旦我把這些地方合併起來 把我有優勢的縣市 跟我沒有優勢的縣市 合併起來 我就用我的優勢吃掉 我沒有的優勢 或說對手的優勢 那還得了以後全台灣 都是我民進黨的天下 我們舉個例子 來 北北基宜 台北 新北 基隆 宜蘭 哪裡是民進黨的 或是哪裡是綠的 台北跟基隆嗎 綠的嘛 宜蘭呢 宜蘭現在是不是很危險 很緊張 把他併進來 宜蘭就不危險 不緊張啦 我沒有把握的縣市 就不會輸了 再來 把宜蘭 基隆 新北 台北併起來以後 請問一下 你國民黨也就一個新北而已 這三個現在都還是綠的 你們一個新北的票 會比我 台北 基隆 加宜蘭的票 還要多嗎 當然不會 所以一方面 宜蘭危險 不要選了 新北我選不贏 那也不要選了 把四個縣市併成一個 就是我民進黨的 其他地方一模一樣 這才是民進黨的政治考量 四公 沒有 其實我在講 馬英九那一次搞很多的縣市合併 我想請問大家 原本台南縣的朋友 你後來現在生活有更好嗎 我想請問台中豐原的朋友 你的生活比台中縣的時候 有更好嗎 答案都是沒有 答案都是沒有 顯然這合併通常不是為了 什麼財政劃分也好 大家感覺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更何況 你說在這個選舉的時候 這個區位的劃分 事實上是一個很厲害的魅力 大家還記得以前在台南市 跟台南縣還分開的時候 台南市那個時候 有四五席國民黨立委 王玉廷 然後高斯伯 這些等等 都在台南市還可以選得上 而且台南市那個時候 大概2008年的選舉 台南市馬英九的得票 還比民進黨多 3萬多票 所以台南市本來就是藍綠 可以互相抗衡 然後你可能贏 我也可能你互相拉扯的地區 但現在縣市合併之後 國民黨在台南縣 完全沒有 台南市完全沒有翻身之地 然後立委剩得一席都沒有 這個是健康的嗎 這個對民眾好嗎 這個對於政治上來說 這個制衡 還有各種政治聲音 能夠有效表達來說 這完全是不健康的 所以這種縣市合併 其實充滿了很多政治的計算 你更不要說現在之前 兩個禮拜前傳出說 民進黨要廢鄉鎮市有沒有 鄉鎮市的這個市長 改官派 改官派 改官派改成誰 就自己的人 自己的人 你現在台南市變成一個 民進黨執政之後 很多區長 他都可以用很多機要的方式 去做任命 變成任命區長 但是以前可以用文官的方式 去做區長 你這一來一往之間 你很多的人 基本上你就可以把他收到自己的口袋 或派自己人去做 未來你說要朝這個方式去走 我請問你 那會不會變成 國民黨在整個的地方版圖 就變成零了 就變成零了 在地方上沒有人 幫另外一種聲音裡面 來做發聲 通通從中央到地方 通通是民進黨 全部的整彎捧去 請問這是一個健康的政治嗎 這健康的發展嗎 大家常常說什麼財政的時候 就是劃分好 劃分好 然後這個平鄉 叫城鄉平衡 然後說什麼南部很多落差 北部越來越多 可是我要請這個電視機 前面的觀眾朋友仔細想想 民進黨在高雄執政多久了 15年吧 從現場停98年到現在 快20年的時間了 在台南執政多久 也差不多接近10年的時間了 更不要說嘉義了多久 基本上就是民進黨長期執政 民進黨長期執政 那你幫自己的地方 在做這經營選區的時候 在做地方建設的時候 你執政這麼久 你還說我怎麼沉香差距 你應該丟臉 你應該說這麼久 還有這麼大的沉香差距 我下次我不選了 因為我很丟臉 你不能說我這麼久 我還沉香下去 我還怪中央 我錢不夠多 你錢多什麼 都去放煙火 放煙火都有錢 在做地方建設 在做環保的時候 都說要把垃圾丟到其他地方去 不要丟到我家 因為我沒錢 但我放煙火我都有錢 我拍微電影 我裝澳大利賀本我都有錢 但是我民眾的一點小小的事情 我說我沒錢 所以不要拿什麼沉香差距 財政收支劃分 去做藉口 你心裡面包含的事實上 都是一個政治的計算 更何況你現在財政收支劃分 現在行政院也是民進黨的 立法院也是民進黨 你自然可以重新來審法 重新來修法 你要過就過了 你要過就可以地方 這個窮的縣 你可以想辦法多拿一些 而不是用那種政治的手段 想要把這個 你對於優勢的選群 整個把它捧去 前不久有一個新聞報導 台灣省政府已經被消失20年 但20年之內有更進步嗎 行政效率有更提升嗎 公務員有更連結嗎 有更能幹嗎 其實大家都是否定的 更倒退 更倒退 行政效率更差 大家對於公務機關的鎖螺絲 就需要越起來越多 螺絲全部都鬆掉掉 所以你不要再拿這種 什麼城鄉劃分也好 什麼區劃的也好 我覺得重點都不在怎麼劃分 而在於行政首長的能力 能力不好你就掙不到錢 能力不好 你的建設就不到位 所以不要再拿這種政治手段 去做操控了 我覺得倒楣的還是台灣民眾 好 事實上我們看起來 他完全不是只是 著眼於2018 2020而已 可能也是為了民進黨日後的 長期的執政 歐富 補充一下你的看法 我要修正兩個字 不是長期執政 是長期把生活過好 這比較重點 這邊是這樣 我們一直在問說 南部生活有沒有過得更好 這句話只要加兩個字 就會變成是肯定的 南部的綠營政治人物 生活有沒有過得更好 答案是有的 第二 你台南高雄的政治人物 他的身價跟北部比起來 這同樣是政治人物身價比起來 他有沒有比以前更好 答案也是有的 甚至是好得不得了 換句話說 你給他算 他們大概有個計畫就是 再20年 也許台灣就差不多 已經全部被掏空了 這20年裡面趕緊 從核心內部的500人 接著是前3000人 然後到前5000人 這些人如何累積 在20年裡面的財富 把該累積的退休金都累積好 這個是不容易的 所以這需要高度的計畫 前面前一個小時 大家已經分析了很多 到剛才為止 這些所有的劃分 都是從財務的角度在思考說 如何使這些政治人物的口袋 該裝飽的要裝飽 他們很清楚每一個位置 可以每一年抽多少的油水 可以放到自己的口袋裡面去 這個用什麼方法來做分配 使他裡面所有的從政人物 可以按照比例 按照身價 然後來做階級的翻身 這才是他們真正的規劃 也就是說 未來他們做了一個長期的規算 台灣的總預算 或者是整個中華民國的總預算 在各個地方怎麼分配 他們怎麼透過國營企業 或者是政府的 或者是哪些產業的 可以吸到多少油水 這都已經可以做過量化的統計了 何況他們在2000年 到2008年之間 已經實驗過一次了 在經過這8年的苦日子之後 這一次他們發誓 絕對不能再這樣苦下去了 所以還有很多地方的人是 譬如說房子還沒買的 車子還沒買的 退休金還沒有攢好的 這一線該怎麼辦 大概在未來的這個20年裡面 或者是在這次裡面 趕緊把它修法 一勞永逸 這樣最快 所以在這個我們看到的 所謂縣勢合併裡頭 民進黨的手法叫撫鑿斑斑 我剛剛說了 我把縣勢給併一併 我可能會輸的 併進來我就贏了 國民黨還在執政的 跟我兩個 國民黨執政一個縣勢 跟兩個我執政的縣勢 比如說中章投 很明顯 併在一起 你以為難投現在國民黨的 難道中章加起來的票 會比難投少嗎 當然就把你的位子給吃掉了 所以這才是民進黨 真正的核心考量 或是真正心中算盤的所在 所以世偉 這個真的可以合併之後 變得跟現在的六都一樣 說可以平均我們的財政收支 像大家都過得一樣好嗎 佑正 你今天問我的我都很痛 為什麼 因為你不去加入國民黨 民進黨黨公 民進黨真的很會選舉 你看到了 在明年年底 現在都在各縣市場 在做初選提名 可是你看賴清德開這個 年中記者會的時候 他就講說 未來我要把你規劃成為 六都 七都 好了 七個州 剛剛佑正分析得很好 也就是告訴你 明年年底 如果我民進黨贏的話 這樣子我把這個暫緩 如果我選輸的話 我就啟動 把這個行政區重新劃分 你後來跟國民黨 你後來不可以 你不可以說你贏就很好 事實上這真的 每次民進黨就是 假改革之名行壟斷之時 這無歪無就是什麼 為了選舉 為了資源的一個壟斷 把這個資源整個壟斷 然後一黨獨大 然後民進黨中央做集權 酸素也請我行政區域 行政區域重新劃分 選贏的時候 好啦 那我資源 全部都握手掌握 你看到剛剛我們從這樣子 一路談下來 不就是為了那個資源嗎 光一個新南向辦公室 一個不夠 我現在把你裁测掉 我現在變兩個 以後兩個不夠 我剛剛就跟司剛講 以後東南亞有20個國家 我變成20個 新南向的辦公室 每個都一個 每個都一個 為什麼 因為我人越來越多 我民進黨現在在擴編 徒子徒孫太多了 我現在全部都要酬優 我現在全部都要擴編 你看到未來如果這樣子 整個資源壟斷的話 把這個縣市 這個也合併 那個也合併 然後到時候 舉在上限的地方 以後就能夠無上限了 所以說你看到現在有舉在的 一個環境 像高雄舉在很高 以後如果說我行政區域 重新劃分的話 全部補掉 重不重來 事實上不需要這樣大費周章 如果現在中央政府 民進黨政府 你願意做的話 你把這個財政收支劃分法 重新做一個評估 重新做一個劃分 我相信現在23縣市 他本身的一個財政 他本身的一個資源 他都能夠重新合理分配 但是不是 民進黨不會為這個考慮 他一定為了選舉著言考慮 剛剛韓平講得很好 過去你戒嚴威權體制 我民進黨忘記了的時候而已 我要有參與權 我告訴你講說你要民選 好了 現在我中央集權的時候 有法 立法 無法 修法 我就是要把你賺到 全部讓你國民黨 在野黨 全部都沒機會 然後還是我過去的那種 威權體制時代 全部行這一把抓 這樣子好 所以說國民黨 你有黨產 我清算你黨產 現在我民進黨沒有黨產 我把國營事業 全部變為另類的黨營事業 所以針對縣市首長選舉 或縣市議員選舉 民進黨的算盤 當然就是把我有把握的 跟我沒把握的2加1放在一起 以後通通變成我的地方 但你說對立委選舉 甚至總統大選 會有什麼影響 不要忘了 以後縣市合併了 選區要重新劃分 重新劃分怎麼劃分 當然是民進黨的中央 決定怎麼劃分 政府的高層決定怎麼劃分 這一劃分下去 把你國民黨的勢力 四分五裂 五碼分屍 所以裂解國民黨的地方勢力 會是縣市合併之後 民進黨在立委選舉 甚至在總統大選裡面的 真正算盤 馬上回來 好 透過行政區域的重新劃分 則民進黨可以充分的 裂解國民黨的勢力 讓國民黨以後 地方上更難選了 來 競平 以前你這個國民黨立委很厲害 這三個區 你票很多 你靠這三個區選上了 沒關係 我就以後重新劃分 我就把三個區一刀劃開 你的選區只剩一個 你很厲害的區 另外兩個你很厲害的區 我劃給民進黨的人 怎麼樣 我就讓他們票投不了給你 你這立委還選得上嗎 當然選不上 誰選得上 劃過去的那個 民進黨的選得上了 我就拿我們桃園市 之前到可能未來的一個發展 可能在 我們桃園市現在有六席立委 然後一直傳聞說 不管是用陳其邁的版本 還是中選會的版本 有可能桃園市會多一席立委 這種狀況 結果我聽到從中央到地方的討論 參查出政黨的立場 在裡面 這個繳獲在裡面 竟然去分析說 桃園市多出來這一席 有可能是在桃園市的桃園區 中陸地區跟中立和內立 那邊還有很多的眷村 還有巴德的一部分 比較藍的一帶 擴在那邊 當時最前正在討論這個的時候 竟然會講說 那邊比較藍 很適合你們國民黨去選 不要說我們民進黨 都沒有給你們一些東西 好像過我旁邊 民進黨在桃園已經拿了四席 國民黨只剩下兩席 這個區議立委 那給你們有一個機會 還可以增加第一席 真的民進黨會有這麼好心嗎 其實你知道嗎 這是黃鼠狼給擊敗年 所以當我聽到 不管是藍綠的立委 在討論這些案子的時候 就剛剛又正在講的邏輯 我就跟大家很明白的講 當政治人物立法委員 還有這些政務官 縣市首長還有這些部長 他們在劃分的時候 永遠是從我的政黨的顏色 你那個民眾的選民結構 哪裡是有利於我 是比較藍 還是比較綠 我從那個左眼 當我發現我全部都差不多了 好 那個選區比較藍 選民結構比較藍 你們去皮 好 分割你們就不要叫 其他你們都不要跟我們撐 就用這種政治算計攻防 這個就是以前美國的學者 在分捷利龍員的這樣一個 加州的還有一個 眾議員參議員的這樣一個政治理論 但是我覺得你真的有利於 這個地方的代表性嗎 回過頭來扣住我們今天在講的 賴清德拋住了這個行政區劃 他所要的理由是什麼 你先問賴清德 為什麼要行政區劃 是像以前李鴻源那種大方向 國土重新規劃 像呂秀蓮那種 分台灣東南西北四大區塊 是有一個遠大的理想跟報復 中央二極制就好 還是只是賴清德 年終記者會所提出來的 因為中央跟地方 還有六都非六都這縣市 有些公務人員職務一樣 我們兩個都是科長 我是桃園市的科長 他是可能苗栗縣 我新竹縣的科長 我的職等卻比他高 人才都可能跑到 他新竹縣的公務員待不成 就跑到桃園市來升官之類的這樣 如果是這樣 你修改公務人員 升聖的進任的這個辦法 你讓新竹的 也可以升上去就好 對 你修改公務人員 進等的這個方法 你用這種行政區的話 其實你修法 凸顯的是什麼 政治算計 還有 你是不是要搶資源 說穿的就是各個縣市 為了這個統籌分配稅款 統籌分配每年都擺不平 都在那邊搶 六都永遠是六都恆大 六都形成一個集團 六都裡面還會分成 前三段班跟後三段班 還會說他們錢少 我們錢多之類的 還會是變成台北高雄 頭重矯情那種感覺 然後還有分中北清南 所以你真的是為了縮短 修改修法 是為了搶資源 還是為了真心說 縮短了這個縣市之間的城鄉差距 然後做一個均衡發展 今天報紙我看到斗大的標誌 賴清德說要均衡台灣 是均衡還是把你富者越負貧 貧者越貧 權力越大者越大 權力越小者越小 以至於有網友 難怪昨天第一時間 出來這個新聞的時候 就開玩笑 好 把國民黨趕到後山去 以後台東的花蓮就給你們 然後離島澎湖金門 馬祖就給你們 這讓我想到以前 那種項羽楚霸王的心態 把劉邦困在了四川 蜀軍 那個蜀地 這個藏立之地 永遠不能出漢中 你就把那中央山脈 那個以東就困在那裡 你國民黨別想出來 這就是一種封建諸侯 這個畫完以後國民黨 我跟你講 這個七個真的這樣畫下去 我跑證 你沒有選舉 就剩那個花東而已 其他全沒了 就這樣搞 一定是 你不覺得這些網友酸民 還有包括這些民進黨 他真正的思維 就是那種分風裂土的想法 和思維 最好你國民黨打趴 然後以後慢慢的 在花東地區消失 然後以後慢慢的 在離島金馬 澎湖那些地方消失 甚至連小琉球都看不到你 你真的想選去東沙島 南沙島 如果那邊也可以 獨立為一個新的行政區劃的話 所以這不是好笑嗎 你行政區劃跟國土規劃 你是從哪一個大方向全景去看 你要說服老百姓 我為什麼要行政區劃 我如果只是為了公務人員 賴清德昨天 我只聽到他講這個 公務人員的職等 同職務 不同職等 你根本不需要行政區劃 如果你是為了搶錢 為了搶統籌分辨款 講清楚 那如果為了搶資源 對 所以這不是很好笑嗎 而且我告訴大家 剛剛不講了 不管是雲嘉南 中章頭 還有高高平 甚至有人講 高高平可以把雲嘉南 併在一起 變一個新南都 我跟你講 高高平 他是要把澎湖併進來 澎湖現在成功夫 對 他簡權簡章 你國民黨連澎湖也沒了 所以現在就有個聲音說 高高平把澎湖併進來 雲嘉南也併進來 讓你國民黨史無葬生之力 雲嘉南 高高平 澎湖併進來 從此國民黨在裡面 你看不到藍的 都綠的 一定都綠的 你如果用這樣的思維的話 請問地方民眾的代表性在哪裡 誰代表高 誰代表平 高高還分兩個 還有連你雲嘉南的佳 佳佳都搞不定 突醒澤跟這個 張花冠這個聲音都不一樣 更何況張花冠跟陳明文 還在那邊吵來吵去 所以其實你們自己家裡面 也有內部失和的問題 你們搞不搞得清楚賴清德 你拋出這個大議題的時候 剛好碰到明年選舉人說 此其時也正好的一個時機修法 修改這個行政舉法 但是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 勾心鬥角和本位主義 到時候我剛剛舉例這個新南都 高高平 加雲嘉南 加澎湖的話 誰代表這個大的新南都 然後中張投 誰代表中 誰代表長 誰代表頭 然後逃出苗也是一樣 苗栗就說我你願願窮 也不要被你逼 基隆也是一樣 他說我被六都包在裡面 我自己只想獨立 所以每一個人 都有自己的一個想法 當出現這樣的一個漢格的時候 請問你賴清德怎麼協調 你錢怎麼分 你會怎麼分 而且大家想要看到 如果你真的分的話 中央四級改成二級制 你官員的位置要變少 你錢要拿得少 不對 我告訴大家 美六都包括我們桃園在內 升格之後位置變多 錢更多 納稅人花的錢讓人錢更多 你不要想那麼 舉債空間更大 我跟你講 舉債空間更大 位置更多 錢拿得更多 我跟你講納稅的要編的預算 要編那個給政府編的錢 那個預算更多 你們不要笑說 我加你的稅 我跟你講 什麼遺產的稅 什麼老人稅 什麼一夜稅 我覺得民眾只會被這些主政者 當成攀難 我最後補充一句 那時候20年前廢省有沒有 很多民進黨的都制止說 廢省 有助於行政效率 都那時候廢了一個台灣省 為什麼現在又多了七個省 七個州出來 七個州出來 就多了幾百個政治職位 幾百個 不是幾個 紙 我們可能不只幾百 幾百個職位出來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邏輯 點是完全的翻轉 完全的昏倒了 所以我們最後講這個 又回到一開始他們講的 我就是要多點位置 對 都是要多點位置 我的錢才多 對不對 壞死了 休息一下 好 民黨不要再滿腦子選舉了 把兩岸關係搞好最重要 因為兩岸好 台灣才會更好 沒錯 今天下午有個研討會 我們馬上帶您看現場 好的 主播各位觀眾 我現在人在的地方 是在台北萬華的時報大樓 那麼現在在這裡正在舉辦一場 關於兩岸很重要的一個論壇 那麼這一場論壇是以台灣好兩岸 才會更好為題來探討說 目前在兩岸關係 處在這個節點的氛圍之上 兩岸之間有沒有一個共同的 對於和平統一有沒有一個共同的解決 也知道還有一些方案一些路徑能夠 像每次提到兩岸統一的時候 不會這麼敏感 而是有一個比較正面的回應 那麼我們也知道 因為今年正好是兩岸開放交流 三十週年也正逢是這個中共舉辦這個十九大 那麼因此對台的方針 都是未來會關注的這個重點 尤其在這個蔡英文執政之後 我們都知道對於這個九二共識 他始終是沒有正面的回應 但是在這個中共十九大的時候 所以習近平在他的這個工作報告當中 他一共對台的部分 他就一共談到了三次 那麼有四次是提及這個九二共識 也因此在這個兩岸和平統一的解決道路之上 勢必已經是一個迴避不了的問題 因此這一次聚集這些專家學者 就是要來探討說 兩岸如何共創這個有尊嚴的和平統一條件 那麼在這個與會的嘉賓當中 有這個海基會前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邱敬毅 和高孔蓮及中國企業海外投資與金融風險 營救中心主任鄧旭等專家學者 以這個兩岸好台灣才會更好的這個論壇 來探討關於這個和平統一的條件 台灣能不能夠有一些主動出擊的一些方案 那麼我們在這個會談當中 我們其實可以聽到 像是在邱晴零他就有提到說 兩岸30年後其實經濟已經大不同了 30年前台灣是這個亞洲的四小龍 那麼30年後大陸成為 這個世界第二大的這個經濟體 以小一副大勢必是避免不了了 那麼蔡英文應該要授權這個海鞋海基有 坐下來能夠談判的空間 讓台灣與其背同 不如有一個白紙黑字的統一方案 那麼像是在這個大陸的學者鄧迅呢 則是談到19大後呢 外界都在關注這個對台的這個政策 但沒有太仔細的解讀喔 那麼他其實呢有特別提到說 別以為這個大陸對台的方針呢 不會走到梧桐 因為其實呢 現在大陸他並沒有啟動這個 反國家分裂法 但是如果走到那一天的話呢 其實勢必對台並不好的 那麼他也提到說 先不要談到光是這個梧桐 你光是從這個經濟的這個角度來看呢 在以小一副大的這個狀況下 已經避免不了的話 台灣呢勢必要有一些方案 還有一些這個陸進 能夠在這個兩岸這個和平 行為的道路之上呢 有一個解決之道 那麼這場會呢 大概會進行三個小時左右